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那个绘制框线 那这边当然我们就加三个按钮吧 第一个按钮就是按下这个按钮 我们可以把这个框线给绘制完成 那第二个是清除 第三个的话是完成我们刚刚做的 等于是一个按钮 它就可以完成把框线绘制 然后在这个地方双线 就是这个范围的上框线 这个范围的右框线把它绘制 那它一样可以清除 那它看起来动作蛮多的 但实际上跟各位讲一下 这一个按钮里面只有一行程式 这个一行,这个三行 那怎么做?首先第一个一样 我们需要做三个按钮 所以就是写三个SUB就对了 第一个SUB的话是要加框线、底线、实线 当然名称比较长啦,你可以自己再取别名称也OK 那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做刚刚的这些动作 第一步的话呢 那一样啦,我们从头来好了,OK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增加一个按钮 按下去把我指定的这个范围 绘制成红色的框线的话 那第一个一样SUB 加框线、底线 实现红色,Enter 好,那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个 这个EnterSUB自动产生 我把它往上一点 字稍微放大一点好了 我发现这程式太小了 这个字太小了 把它放14号字好了,OK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特别注意 因为呢,它 绘制框线 基本上呢 这个整个范围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 如果说范围里面 里面的储存格做的事情都一样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要想到 你就不是用Sales 而是用Range OK 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讲说 Range这个范围 OK A1到H7 你只要指定头跟尾就可以了 所以哦 第一个跟他讲说 我按个Tab键 所以慢慢习惯Range 所以Range呢 在那个Sales VBA里面的话 在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 我看他重要性 应该仅次于Sales吧 然后呢 双引号 范围给他A1 冒号 H7 特别注意哦 如果是范围的话 那我们就给他一个文字 等于是双引号 里面跟他讲范围 那做什么呢 他的框线 所以点什么呢 点Bolders OK 所以前面有讲过嘛 那Sales的属性 其实一律都可以用在Range 其实两边是相通的 所以刚刚做的事情 你可以通通拿到Range来做 也都是相通的 那差别只是说呢 Sales一定要框线 可是Range 这个框 Sales这个框线 你在加属性的时候 必须要把这个刮弧 后面这个刮弧拿掉 但Range不用 点Bolders 直接可以点 再来什么 颜色 什么颜色 点Color 框线颜色呢 等于什么 红色 那红色我讲过嘛 RG 所以以后想到颜色的话 就想到RGB 刮弧 那有点像调色盘 如果它红色的话 那就255 豆点0 豆点0 后刮弧 好 这样的话呢 程式就写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哦 写完这样一行 再来执行看看 然后按钮我等下 这个可能你们就自己把它完成 加这个按钮 然后这一行的话 直接执行 框线就完成了 OK 所以呢 如果要加框线 其实 如果假设只是加一个 不是那么复杂的框线 那其实这样一行就搞定了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什么 清除框线 那如果清除框线的话 就拿这一行 这个sub来复制好了 那就是什么 清除框线 我把它改一下 这边的话就是什么 清除 这边的话呢 把它加上一个 名称 做修改 那就是清除框线 那怎么清除掉那个框线 其实刚刚有讲过 就是什么 Bolder 这个地方当然没有嘛 没有颜色 就是AXERNONE 但是这样如果这个去除的话 用这样的方式去去除的话 它会框线怪怪的 所以我刚刚讲过 你另外的话呢 你如果不想要让它怪怪的话 就Color什么 加一个Index 这个可能要记一下 ColorIndex 等于没有 这样清就比较没那么怪怪的现象 那最后的话 其实也是最难的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 加了红色石线之后 另外能够把 这一体 这个范围的上框线 这个范围的右框线 变成双线的话 那 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可能就是 比较难一点 但其实也可以理解 我们其实直接拿什么 拿 这一个来做复制 OK 名称叫什么 加框线 这个红色双线 底线 红色双线 所以把这边改红色双线 那当然第一步一样 框线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什么 双线 那我要怎么样把上面这一条双线 特别注意你跟他讲说 哦 那个范围 哪个范围 那就不是 全部哦 而是 A2 到 H2 好 那A2到H 所以把这边改叫A2 到H2 这个范围 的框线 点Botus 好一样 不过呢 会有个问题 如果我整个 这个整个都变成双线的话 假设这个 选起来 如果都变成双线的话 那会变成说 他会变成像双线 然后全部的话变成像这样的 他全部都双 不是我要的 而只是其中一条线 所以哦 只是其中一条线的话 跟各位讲一下 那你可以跟他讲说 特别注意 关键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前刮弧 也就是Botus后面 如果你不指定 哪一条线 他就全部线 可是如果你只是要指定的是 这个范围里面的上面那一条线的话 那你就找到什么 上面吧 应该是什么 XL H 这边特别注意哦 找到Top Top的话指的是 这个里面的上面这条线 然后OK 多一个刮弧 这也不是颜色 这个时候的话呢 关键的地方来了 他的什么呢 他的样式吧 线条样式 OK 所以这边的话就不是Color 那额是应该是什么 线条样式 那应该是选择 叫LightStyle 特别注意哦 线条样式 等于 那我需要什么 把它改成双线 可是问题 你双线后面应该 打什么呢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教各位一个方法 当然你 用推的应该可以推的 叫双线就 XL Double 只是说 我怎么知道XL Double 那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把游标 停在LightStyle上面 按F1 其实当然很多地方一样 可以用查询的 这个LightStyle就是一个属性 所以以后 如果你 对于某个属性不清楚的话 一样可以 按一下那个F1 然后呢 找到这个底下有些说明 不过其实你不用特别去找别 找这个地方有个超连结 叫LightStyle 有没有 它的样式 的相关属性 名称 那这边就会有个 列表跟你讲说 如果你是连续线就这个 在预设是这个 那如果你要双线的话呢 那就是XL Double 所以其实 我们可以把XL Double 复制一下 关闭 然后呢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等号后面 然后就会双线 如果你要虚线的话呢 那一样的道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这一行词 写完之后 我就试试看好了 如果你觉得OK了 那我们就执行 可是 就这一条线 先试试看 这一条线就画出来 那同理可证 你想说老师 那这一个 范围 A1到A7的右框线怎么写 那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 你其实当然可以拿这个上面来复制 然后把它改一下 改什么 A1到A7嘛 所以同理可证 所以其实同样的方法 所以哦 以后如果你要列印报表之前 你不要自己手动画表格 我建议你用VV来画 感觉会比较有成就感 而且做一次就好了 那只是说这个地方的 框线 那就不是 X H Top了 而是什么 这个范围的右边 那猜应该可以猜出来 H什么呢 Right 右边 后刮壶 的样式 那就是一样 X要大 所以这边把它执行一下 就OK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后写出来了 就是加 双线 OK 所以 基本上刚刚这三个按钮 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实际上 个别就是 这一个 实际上就是什么 只是把它的BolderColor 设定为红的 就OK了 那去掉的话 就BolderColorIndex 等于没有 那 如果要 这个的上框线的话 那就是什么 多增加一个Bolder10 Bolder10 后面记得加一个刮壶 当然这个后面的什么XLHTOP 这个不要自己打 我是建议 你可以用 打一个前刮壶 它就会跳出来了 我是建议你用什么 用选的 好处就是比较不会出 记得补一个后刮壶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 加框线部分完成